大家好 這是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1年8月22日星期日 一個不開心的星期日 我想大家都知道今天發生什麼事 大埔的街坊... 好了 開始了 開始了 今早大埔趕福道 發生奪命車禍 一台的士產上安全度 意外造成一死九傷 據多條事發片段顯示 當時馬路的紅綠燈顯示為紅燈 路人遇上橫過馬路 但是邵氏市區的的士 邵氏市區的的士沒有停車 反而繞過前車 直鏟行人路 有目擊者說 逃人幫忙抬車救人的時候 司機還是坐在車上 下車之後 先施施然穿一雙鞋子 多謝大埔街坊 我收到最新的消息 當中有一個大妻子 她入了ICU 盆骨爆裂了 那一個大妻子 希望小的保得住 希望母子平安 有個小孩 好像是四歲的小孩 沒什麼事輕傷 祝大家 平安 今天7月15 其實也算是大埔 今天早上 10點多 一架私家車 沿新涼潭路往大埔方向行駛 當駛至近 下咬停車場 對開的時候 疑似有電單車停泊在行車路邊 那私家車就收慢 誰知尾除一架黑色電單車 疑似收制不及 撞向私家車車尾 繼而失控越過對面行車線 再撞迎面洗字的另一輛藍色電單車 越線的電單車 鐵騎士昏迷 宋遠不治 被撞的60歲姓黃鐵騎士 也受傷宋遠 即是收制不及 那架電單車 那個司機死了 另外那個 應該都是輕傷的 那我想網上有很多片段 大家要看 就 我想找找 我這裏會不然 今天7月15日 又新涼潭又大埔 不知大埔發生什麼事 唉 還有我有少少忠告 真是想玩車的 玩四個輪 好過玩兩個輪很多 你始終你兩個輪一撞 一跌 就是 對不對 大家應該明白我說什麼 四個輪始終安全過兩個輪的 在這裏 希望 死者 家人都不要那麼傷心 唉 兩宗致死的車禍 我講到這裏 外面所有新聞媒體都鋪天蓋地的報道 什麼影片 WhatsApp群 息怒群 我想大家一定有看 網上也有很多片段 我在這裏 多謝超過20位街坊 抬起的的士救出傷者 不像大陸人那麼冷血 大家看過很多片 大陸人有些死了 跌了在地上 無人問津的 多謝香港人 多謝各位街坊 都是今天的上午 休班記者在灣仔街頭行走的時候 期間聽到街道有吵吵聲 其後發現一個男子 被四五個軍裝警員制服 期間有掙扎 警員期後 將那個男子按在地上 之後帶上警車 男子口暴流血 被帶上警車期間 和警員 被帶上警車期間 和警員爭論不休 亦都有反抗 記者在過程中 一直在行人路拍攝 警員沒有查問 亦都沒有表明身份 正當男子被帶上警車的時候 記者就準備離去 其後 其間聽到有警員 就說 就是這些垃圾記者 記者回望的時候 只見到兩名衝鋒隊警長在場 記者其後追問 誰說出相關的言論 其中一名警長就沒有理到 只是叫記者不要妨礙警員做事 其後兩人的上司 一個高級督察到場 他下車之後 職命令一個軍裝警員 開著肩上的鏡頭 即是警察那些鏡頭 聲稱鏡頭可以讓記者冷靜 你老母記者一向都很冷靜 並指如果有什麼需要 有什麼需要幫忙 並且指出如果沒有什麼需要幫忙 記者就立即離開 即是叫記者離開 那PPRP回覆 今早9點23分 在諾克道道魯治交界 以藏獨拉了一個男人 期間男人涉嫌襲警 嘴捕有傷 其後救護車到場 就列作襲警案 你PPRP都沒有交代 怎樣對記者 記者你錄不錄到聲音 哪間的 這件事 不過現在警方 都一直說我們黑記 一定有報應 一定有報應 奧運軟墓球混雙 四強組合 鄧俊文謝影雪 今早就出席ViuTV的活動 和Mora 早前約下戰書 今早就在麥花省 球場場館 切開軟墓球 除了打軟墓球之外 ViuTV也安排劇集 藍牌女將演員 和人氣藍團伊華 一同進行排球訓練 鄧俊說 相信最近出席的連串活動 對軟墓球運動有正面影響 比年輕人 看到運動員不止是訓練 都可以有其他精彩的表現 以我所知 鄧俊好像不知是誰的 粉絲 好 跟他們打球 其次 打卡 特首林鄭 任內最後一份的施政報告 十二月就會發表 她今早就出席 施政報告公眾諮詢會 多名市民都是關注 最主要的 我們香港人 房屋土地問題 林鄭就說 不少市民珍惜家屋公園 她不願意開發有關土地 她強調政府已經多管齊下 增加土地供應 增加土地供應 包括填海收中定義 舊區重建等等 她指政府有足夠的土地 但需要加快建屋的速度 壓縮規劃 收地等程序 青年發展方面 林鄭就說 雖然希望青年流港發展 但面對著八千萬人口的大灣區 認為青年沒有理由放過機會 她也幫到大灣區銷售東西 好東西好東西 林鄭也提到關於消費券的東西 有市民希望 政府明年都繼續派消費券 林鄭回應 派消費券涉及很多公帑 需要考慮香港的財政情況 和香港的經濟 有校長就很想被跨境學童 盡早回香港上學 林鄭說會要求教育局研究 即是沒有答過這個問題 全部兩條問題都等於沒有答過 講單昨天新聞 一個賊人 昨天凌晨扮乘客 在九龍灣弘江 截了一輛的士 期間不斷以接朋友為由 指示的士司機去不同的地點 最後當的士司機到達人流較少的 觀塘偉業街的時候 拿一把刀出來 客司機說打劫 拿了五百元就離開了 交給秀貿平的重案組做 這些重案組一做 他都很壞 很快就被拘捕了 這個29歲的男人 這個男人在警方的警戒下 承認因為急需金錢 所以搶劫 並使用歌擺三十米的利刀犯案 消息就報導 消息就說 疑犯又是因為賭 好像那個 蚊子打死自己的警察 因為賭博 以致債台高速 目前仍被扣查 警方呼籲的士司機 如果不幸遇上 打劫犯 應該避免不必要的反抗 以免招致賊人襲擊 而受傷 盡量記下 匪徒的外表與特徵 和他的逃走路線 之後在安全的情況下報警 我都呼籲大家 不要賭那麼多 賭錢就害死人 今天沒什麼說 明天先 明天先找些 得意的東西給你們 本身今天珠珠做的 不過臨時 七點多才叫我錄音 現在趕頭趕命 我要交稿了 大家記得按like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 share 訂閱頻道 月費贊助 facebook like 多點留言 好少留言 多點留言給我 鼓勵也好 聊聊新聞也好 我們聊聊天 好不好 多謝大家 拜拜